臣根據各地的作物品種 整理計算了漢石應有的產量 陛下可結合各州蒼林儲備 調劑鎮災 臣大人辛苦了 都是臣分內之事 陛下 自降負檢租與開中法律 丁如雖身在蠻荒之地 卻始終觊觸著大廈的金粉樓台 記得原作裡夏侯旦亦死 燕王便立即趁著漢災縱馬來犯 跟端王打了一場特仗 若是此次外交失敗 戰爭終不可避 看來還是要早做準備 免得到時候毫無管手之力 如尤將軍前日所言 邊境之地也已開了不少燕蜀天 待中幾季後 即使不從燕國購入種子 相信未來也能應付旱災 尤將軍 陛下 尤將軍身為右軍主帥 求半點大將風範 由他坐著南境 早晚恐城祸壞 眼光很准啊 此人在原作裡 便是個軟骨頭 燕下交戰時 尚趕著剿械投降 真是愧對將軍之命 朕沒指望他成什麼大事 只是由他站著那個位置 朕使喚不動他 當往也使喚不動他 不算壞情況 可是南境 李愛情先別操心別人了